消费很重要一条 就增加更多的就业 和就业的保证体系 而在这方面呢 民运起了最重要的作用 所以说这方面呢 从这个角度讲 也应该大力的扶持 帮助和推动民运的发展 另一方面呢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业人口占的比重相当大 现在农村的消费相对比较低 为什么农村消费比较低呢 主要是农村的收入比较低 另一方面呢 农村的人的话 他对未来的预期不确定性也相当多 相信呢这次三中全会的话呢 对农村经济 有一个更加明确的一个政策 和肯定以后呢 会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同时呢我们也呼吁国家 在关注民运企业 关注这些弱势的群体的同时 要更多的关注农村 关注农村的产业 关注农村的这些农头企业 因为他们是带领农民 致富奔小康的排头兵 谢谢您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这个呃非常精彩的见解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呃因为您的身份很特殊 您既是中国民营企业的一个代表 您其实另外呢又是我们的政府来领导民营企业的这样的许多组织里面的一个代表 那如果让您这样的这个呃身份 站在民营企业的角度跟政府建言献策和站在这样的一个管理的角度 对民营企业提一些要求的话 我希望你从这两个角度呢 分别能够给他们呃在现代量的形式下各有这么一条或者两条的这种 我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家又作为一个涉农的企业家 呃所以说呃希望呢政府啊在制定农业政策和制定对民营经济政策的时候呢 能够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亲亲这些企业家们 他们在想什么他们在做什么他们的困难是什么 能够给更多的一些帮助和支持呃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呢我们的农业啊确实是我们的中国是个农业大国 农业人口占到绝大多数怎么样保证农民的收入的提高 呃这是推动社会消费的最有力的一个武器 同时也是讲和谐社会的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同时呢也希望呢在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的产业化的发展 和帮助农民解决这个土地啊流转了这些问题上呢 有些更明确的一些更这些政策来推动这个农业产业的发展 更加放的活一些更加开放一些 这就是我们这些农业企业的期望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的话呢我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些涉农的企业 吃农的企业或者是我们的民运企业们 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困难这样的压力 在这样的宏观经济还不够确定和国际经济出现重大的转值 这个时候呢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和保持一个稳健的心态 所谓积极的心态就是说天不会塌下来 国家还会发展中国有13亿人消费这是大市场 那么我们一定能够一定有相当的企业能够活下来 而且还活得很好的这是对前途充满信心 另一方面呢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在练自己的内功 把自己的竞争力提升提升自己的这种科技创新的能力 提升自己的管理的能力提升我们应对市场的这种能力 念旧我们的一个铁的这种那个生殖骨 迎接新的挑战 我觉得这两方面都非常的重要 就是一方面呢我们本身要治强 另一方面也希望政府社会关注我们 理解我们这个群体 帮助我们这个群体 使我们那个群体能够好好的度过这个难关 好谢谢刘总 谢谢你 会风提醒您收看下期预告 金融风暴席卷全球之际 中国政府适时进行重大政策调整 投资数万亿启动内需战略 而企业在这艰难的岁月里 更应一期坚韧的信念去迎接新的出现 下期的会见财经界对话著名企业家 唐骏黄明资深财经传媒人刘其辉 敬请关注